随着时代的发展 汽车的外形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仍然有着千篇一律的模板 不免让人看起来有些厌倦 不过有些外国人不甘于这些平庸的设计 发明了各种奇葩的造型 游戏确实也让人眼前力亮 都说车身的设计来源于生活 确实生活中的许多物体都可被运用到车身的设计 比如香蕉 英国就有一位男士将整个车身设计成了一根香蕉的外形 当然还有更奇葩的热狗 想想一个巨大的热狗奔驰在马路上的情景吧 除了这些还有更奇葩的大脑车型 走在路上绝对拉风 当然人类的想象力还远不止如此 更有人将达姆勒大教堂的玻璃窗设计运用到了汽车上 而且还是一款无人驾驶的车型 炫烈的玻璃设计也是很炫苦了 还有比较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 比如美国一对夫妇选用硬币作为装饰 将3.8万枚硬币贴在车身表面 而整个过程花费了6周的时间 客友甚至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飞行汽车 外形与飞机相似 但它既可以在马路上驾驶 也可在天空飞行 当然这种产品受到不少土豪们的追捧 看到这些如此天马行空的设计 只能感叹人类的想象力是如此丰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